看到没他们每一个人的生长的背景 甚至年代 这个都不一样 每个人真是走过的 熟灵的这个道路也不一样 我可能接触最短的是配玄 配玄了半年 就教会半年就信主 然后是义勇 然后是贾姨 然后是王莹 我还真不知道王莹 王莹他奶奶 姥姥 是祖内的姊妹 真的很感谢祖 你可见我们的父辈 当他们真心爱祖的时候 他对我们年轻人有影响有多大 只有巴不得今天在座的父母 将来要成为父母的人 我们要真正尽钱的生活 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子女带到神的面前 使他们一生的生命能够得到祝福和保守 中这里面你也可以看到 神的恩典实在是大 当他是所选定的人 你跑不了 但是既然跑不了 我们就早点来到他的 面前来认他做我们个人的救助 在中间可以免去我们很多的磨难 很多的这种内心的这种争斗 你要知道人在这种有熟灵方面的争战的时候 其实是很痛苦的 花很多时间很多精力 你都莫名其妙 甚至你不知道这个怒气从哪来的 但是当我们真正完全在祖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会明白 这些问题 造成的这些困难困惑 甚至我们遇到的一些障碍 这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既然我们 即使我们信了主 我们也不是说我们生命会 生活的道路里面会一反风吹 不再有树林的征战 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 我们在遇到问题和困难的时候 遇到树林征战的时候 我们却有一个避难所 有一个高台 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 那我们就有盼望 就有把握 因为神 我们明明知道 神给我们有应许 也许神给我们每个人带领不一样 但他的应许 却是永远要成就的 他给我们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 不是咒诅的意念 让我们摸视后视有指望 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在基督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信心 来让我们做祷告 我们在台上父母 感谢赞美你 感谢我们四位弟兄姊妹 所说的见证 我们可以看到 你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 你对我们的拣选是多么的精准 我们不论怎么闹 怎么不顺服 但是你不会撇弃我们 让我们 你就抓住我们 让我们经过生活的磨练以后 最终会归向你 主那些在听到你的呼求 听到你的召唤的时候 即使来到你面前 就有夫了 让我们真是在你所赐的 这种俗天的夫妻里面 在世上活出你的荣耀 活出你的能力 哈利路亚感谢主 我们祈求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今天看 我会讲一个大概 会讲得快一点 因为时间的问题 今天是复活节 复活节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 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但是很遗憾 我们现在教会 却把圣诞节办得是最宏大的 其实 复活节 我们是应该全教会 各个教会 应该投入所有的精力 来庆祝的 来自于 这自己真是要 张开我们的嘴口 把心沮丧 来歌颂赞美主 因为复活对于我们 每一个人 对于我们特别是基督徒 太重要了 所以弟兄姊妹们 每当复活节的时候 其实在美国我知道 很多教会 早上当太阳出来的时刻 他们都在一起来敬拜赞美神 都大概是从六点多的时候 好比说在阿摩斯 他们都是七点四十 七点半的时候 有一场敬拜 但我们教会 没有这样的历史 因为我们今天是收尽日 那希望 今后我们也是真正 在这一天里面 真正去来庆祝 来歌颂赞美 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那今天我要给弟兄姊妹 带来的信息是 就是我们今天在基督里 凡是在基督里的 已经复活了 有一个新的生命 那受洗的意义是什么 在罗马书第六章 第三阶到第八阶 第九阶那里 讲得很清楚 他说若不是我们在受洗 归入基督 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 和他一同买帐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感谢主 感谢主 为什么要 我们 大概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来讲 大概是最 最不爱讲什么 讲死 最不爱讲死 对不对 你说讲死了 尤其是老人 你千万别给我讲这个 好像是咒诅 但是起步之后 我们每一个人终有一死 彼有一死 任何人都逃不过 我们害怕 就是我们怕那一天的来到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掌控 都不掌控自己的死 不掌控自己的生 也不能掌控自己的死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这个人在地上活着的一生 是有罪的一生 你不论任何人 你做了任何事 你把你的家产 把你什么东西捐出去 你回头看看我们的历史 看看我们做的事情 看看我们内心里 想过的一些事情 充满了罪恶 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此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在神室面前说 我想的全是公义的 我做的全是公义的 我们在地上活的人 都是罪人 都亏缺了神的荣耀 都有意思 但是 耶稣基督来到的世上 他是神 他是造无知主 他到的世上 三三年半 却没有犯罪 但是他却被定在十字架上 这是在星期五晚上 我们所纪念的 他为什么要死 他就是代替 你我他所有世人死 但是感谢主 第三天他复活了 他复活意味着他是神 他复活意味着 他战胜了死亡 战胜了罪恶 那我们这一群人 我们相信他的人 我们也跟着他一起复活了 如果他光死 他不复活 没有任何意义 对不对 我们所谓的世上的宗教的教主们 全部死了 你可以找他墓 你可以找他的碑 但是他们死了 没有复活 有什么意义 我们信了 也要死 那你在这地上的付出 没有任何意义 和其他一样 对吧 你已经付出了很多 人受了很多 最后还是死 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基督 他复活了 所以这个复活 对于我们来说 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园台的复活 他赞成了罪 赞成了罪恶 他是圣觉的 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 也是圣觉 和他一同复活 耶稣基督 现在已经坐在天上 父神的右边 今天其实刚开始赞美的时候 我们姊妹就这样祷告了 他在每天 每时每刻都在观察着我们 观照着我们 在为我们祷告 在为我们祷告 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 是活的 很重要 OK 在以前 在以前 我们 我们 我们没信主的时候 我们是死的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听不见神 看不见神 也不愿意去面对神 但是今天我们 在基督里是复活的 我们对神是活的 我们认识神 我们可以听到神的话 我们可以读到神的话 我们可以给神直接祷告 我们就可以去感受 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 感动 给我们的感动和带领 因为圣经上讲 我们当我们信他的时候 相信他的时候 任他做个人救主的时候 相信他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死 三天后 复活后 他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 圣灵是谁 圣灵是神 对不对 耶稣基督的另外一个名字 不就是以马内利 就是神与我们统在吗 今天神活在我们的里面 他与我们统在 圣灵在我们里面 一直在保守着我们 看顾着我们 带领着我们 感动着我们 让我们真是走在 属天的道路上 所以今天 我们他们 今天你们受洗 就向世人宣告 你们在基督里是活的 但是有一项是死的 什么是死的 就是对世界是死的 我们以前没信主的时候 对世界是活的 对神是死的 现在我们信了主以后 对神是活的 对的世界是死的 什么是神 什么是活 什么是死 死就是你对他没反应 对不对 对他来说你就是死的 什么是活 你对他就特别敏感 是活 对他有特别的反应 他一动你就知道 神他一思想 他一呼求 他出口气 你就明白 你这个是对他活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 对神是活的 所以说我们也就是 对神的呼召 对神的出的一口气 对我们 对他给我们的话语 对圣灵的带领 有反应 敏感 而且他说了 我们愿意去做 不仅仅是相信 而在行为上 能够去行 可能我们行得不太好 但是我们愿意行 我们在神里面 在基督里面 对神是活的 包括我们每位弟兄姊妹 都这样 都会这样 就像刚才 伊林姊妹所讲的 就是当我们圣灵 给我们感动的时候 我们要回应 如果没回应 神会给我们很多事情 让我们去通过 通过到最后 走到最后 你还是要回应神的呼召 我们心内才会真正有 真正有那种平安和安息 否则的话 我们内心一直会出在挣扎里面 我们内心会一直出在 树林征战里面 你如果是出在挣扎里面 出在树林征战里面 你内心不会有平安的 你做事也做不好 但是但愿 但愿神能够真正让我们 能够知道 我们在基督里面 是活的 而且既然是活的 我们要对神要 要对神的话要敏感 要能够听见圣灵 给我们的呼声 圣灵给我们 最多的呼声是什么 就是透过圣经上的话 来呼召我们 所以我们经常要读圣经 如果你不读圣经 你说基督活在我里面 怎么活在你里面 道成肉身 道就是什么 我们今天说就是他的话语 他的话语活在我们里面 当他的话语 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圣灵在需要的时候 他就让他涌出我们的心 涌到我们脑袋里面 来带领我们 来指挥我们 圣灵如果我们内心有感动 圣灵会给我们能力 圣灵可以给我们环境 圣灵会给我们环境 让我们去勇要他 让我们去见证他 所以我们不要担心 圣灵会说我能力不够 我志愿不够 我不是时候 不是条件 没有条件 没有 这都不是我们需要担心的 当我们真正 相信他的时候 单纯 圣洁的去相信他的时候 去勇要他 他就会给我们供应 他所需要 我们所需要 下面我想讲一个就是说 我想在场的有很多福音 有好几个福音朋友 我想讲就是什么是福音 什么是福音 其实福音很简单 很简单 你要单纯的相信 就是这句话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就这么简单 简单吗 很简单 非常简单 但是里面所深藏的内涵 是我们思考一辈子 你都不能完全理解 你也不能完全的 就是说 从各个方面都能好像是说 完完全全 我说的就是这样 他需要我们信 相信 只有相信 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福气 他死 其实前面也 我也讲到 其实刚才一从我们弟兄姊妹的监瞪 你也可以看了 可以意会到 福音有两部分 一是死 也是复活 为什么要死 这就是因为 我们的鼻祖亚当夏娃 他们犯罪 他们犯罪 所有他接下来的 这些人 在内心里面 都有罪 所以我们人 一生下来 就是有罪 这个我们没办法选择的 你说 我 我 我不是罪人 我要拿个照片给你看 你肯定 如果是有你的 你肯定先找你 不找我 对吧 你那胳膊 怎么拐 往外拐 你总觉得不对劲 你总肯定是往里拐的 就我们人 生下来 他首先考虑的就是自己 你说我考虑自己没错啊 一点没错 考虑自己不算 罪 但是我们往往考虑罪的时候 考虑自己的时候 会再加上多余 对不对 我有什么东西 一 我够吃了 但我肯定要最少 我要拿点一点一 对不对 我要保证我下一对啊 所以我们人是有欲望 好 还不行 还要好上plus 我才有把握 所以我们人 你任何一个人 你都逃脱不脱 逃脱不了罪 别说在行为上 对不对 在行为上 我们更可以在现实生活里面的 我们第一个问的 不会是这 这是公平 这是正义吗 很多都是自己想了再说 想了就做 做了再说 所以 但是神是圣洁 任何误会 不可能到神的面前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人必须有意思 不实 我们不可能到 那位圣洁的神面前 而且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如果说神来了 我们只有在基督的 宝靴的洗净了以后 才能够直接面对上帝 如果没有基督的宝靴 的洗净 你任何一个人到神面前 就会被消化掉 那光我们都不敢见 这在旧约里面 以色列人 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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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西 他的那种荣耀 那种脸上是发出了 亮光都不敢见 害怕 所以今天我们人要 想站在基督面 神面前 上帝面前 必须要有基督 宝靴的解净 遮盖 才行 但是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 他在十字架上 是替我死的 是替你死的 是替地上 所有人死 正因为 耶稣基督的死 今天我们 透过相信 借着相信 他的死 就归到我们身上 他代替我们死 然后我们 就是像前面刚才说的 我们受洗 在死上与他联合 现在他复活了 我们在活的上 也给他联合 所以今天 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人 在神面前是活的 神在看我们信 这些耶稣基督的人 他不再看我们的本相 他是透过耶稣基督 来看我们 所以他称为我们 我们为义人 就像刚才 一用弟兄所分享的 原来是无一用 对不对 今天变成了无义人 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 不是因为我们 好像是我做了什么好 好事情 做了很多 很多这个 这个公义的事情 而是因着 耶稣基督的宝学 你可以去 去追求其他宗教 好像看到一些 人生的亮光 这两天我认识 一位 国内的弟兄 Allen 我相信两边弟兄 知道 因为一直在 他领受权力 是两边弟兄 带他信主 我们一直在沟通 他是对哲学 心理学 这个什么科学 不能说样精通 最起码 我感受到 他抓住 每一个学科的中心 到底在讲什么 他研究了一阵子 他说这都是 世俗的小学 耶稣 在耶稣的真理里面 包含所有的这些东西 而他们 一遇到耶稣 根本就不在话下 如果你赌过 林玉堂先生 他的得救的见证 你会知道 他说过一句话 他说这些 世上的宗教哲学 就像一颗拉烛的光 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 也就是说 当他认识耶稣 当他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 太阳已经升起来 拉烛的小光就太弱了 也在大光里面 他就算不掉什么 他本身 他是出生在一个 他爸爸是一个 在很多年以前 大概一九零几年 一九一几年 二几年 是一个 在他家乡福建那边 是一个宣教士 是一个牧师 本来他跟着美国 美国的宣教士 回美国 是进神学院的 但他到美国以后 美国相当初 比中国繁华太多了 他就去学哲学 在他读了美国的 在西方的这些哲学以后 哇比中国太发达了 他反过来就比较 在美国来研究 中国的这些历史文化 传统哲学 如是道 他阅读 而觉得西方哲学 比如是道厉害 就去研究这西方的哲学 都两通研究 研究到五六十岁 回头一生 看看自己的一生 哇我的一生走得太 太没意义了 结果他到五六十岁 又归向了主耶稣基督 所以他写了一个个人的见证 写了一本书 你们可以去到网上去查 如果你查不到 你可以给我说一声 我会传给你 在我们人生里面 在我们人生里面 我们只有复活 才能够真正逃脱 死的捆绑 所以对基督徒来说 他不怕死 不怕死 为什么 因为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肉体不再会成为我们的约书 瑕疵 而我们在活里面 却高唱哈利路亚感谢主 在活的里面 来在地上活出一生 当你想到将来要在天上和神相见的时候 你会觉得在地上做的特别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你在地上做的 不再会是为暂时的 凶坏的 而是神让我们在地上去荣耀他 可以带进天国 可以带进永恒里面去的 这就是复活的意义 但愿弟兄姊妹能够认识到 特别是今天受洗的弟兄姊妹 但是我要讲一件新受洗的弟兄姊妹 这样一个在实际生活里面的问题 我们人我们说我们在 钉在十字架上死了 但是我们你看 我还是我对不对 你去用钉子钉一下你的手 你还觉得疼 我们的肉体并没有死 那为什么说我们与基督统定十字架 和基督一起死了呢 这是在属灵上 是神已经为你做成 但是在你的肉体里面 需要在我们生活里面 一样一样活出你的肉体的死 新生命的长大 其实我们救人的时候 就是我们没在信主之前 我们是一个人 对不对 我们有生命 我们每天有生活 但是我们是凭什么干做事 凭我们内心的感受 凭我们的冲动 凭我们与外界接触 我们内心的一个反应来做事 这是救人 人家做了什么事 你不会先讲这事是 最起码你不会讲这事是罪 还是什么 只是觉得对自己好或者坏 对这个家庭好坏 坏 对一个集体好与坏 你不会想到他的罪 但是当我们信主的以后 神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 他让我们的灵复活 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就有了 熟肉体的一个生命 和熟灵的一个生命的交战 这个很非常的正常 也非常的每天都在发生 也就是说在我们信主之前 我们一般不会选择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我选择的标准就是 我为了我好 为了我家庭好 为了这个好 为了那个好 但是在我们信主了以后 就是一个是熟肉体的生命 一个是熟灵的生命 它之间会有原则向增长 我们靠肉体 胜不过这个增长 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 撒旦魔鬼会攻击我们 这个环境 撒旦魔鬼也透过这个环境 透过我们做的事情 来诱惑我们 但是我们如果真正的相信 靠信心在这里面 我们就会活受新人的生命 我们靠着基督 在基督里面 每天我们做事情 不是在我们凭意识的感动 而是停一下 看看圣经上怎么说 停一下 看看圣经上怎么说 你用圣灵 从圣经上的话语 借助圣灵的感动 让我们再去回应 我们所遇到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 我们就成了一位真正的 不仅仅神已经做成了在我们里面 而且我们在生活里面 我们也有新人的样式 你透过这样的繁繁复复的操练 孰灵的果子 神的恩赐 都能够充分发挥的出来 当然这里面内容很多 我相信你们在教会里面 慢慢慢慢的会学习到 透过弟兄姊妹的帮助 也会慢慢感受到 要学会 先看神的话 然后再回应 但愿来神来祝福我们 好 来让我们做祷告 我们在天上父母 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 我们让我们见证 四位弟兄姊妹的受洗 祖他们受尽 归在你的名下 加入安诚华人基督教会 成为你身体中的肢体一员 你已经赐给了他们恩赐 但愿你的圣灵的带领保守和供应 让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 得到健康的成长 而且教会也是他们的家 让他们在教会里面 有回家的真正的感觉 而且对这个家 也要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哈利路要感谢主 就请你祝福我们 我们祈求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